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肌腹性一股肉云 贵族的气息是非常的明显的 作为一个比较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到了宋代以后 西元雅基图 僧俗杂成 张泽端的清明上河图 霍郎图 整个场景我们可以看到 完全是非常的世俗化的 画家关注的焦点就在他们身上 这是以往 我们在唐代人的绘画当中 从来没有看到过的 这种世俗化的倾向 很明显的透露出来 那第二个特点 我觉得也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就从唐代到宋代 就由规整至写议 集签家著 杜公布诗集 他确立起的在诗歌史上 至高无上的 独一无二的地位 杜诗最大特点是什么 讲究格律 讲究规范 讲究格律 讲究规范 被后人推崇到很高 他实际上就确立一个学习的榜样了 再看韩玉呢 也是到了南宋时候 有所谓的五百家著英辩昌黎先生文集 比起杜甫要稍讯一筹 杜诗韩文 我们从这个后世 从唐代人们对他这种推崇当中就可以看到 他已经无形当中确立起他的一个典范的地位了 宋代人看到杜诗 看到韩文 有的时候也比较紧张 他每一句话都是来头不小的 又讲究规矩 不能随便乱来 我们看一下其他的一些艺术领域当中 也呈现出类似的这种趋向 从这样一种规整的 谨言的走向一种写意的 李思逊恰恰在这个董奇昌 他们的这个绘画史的梳理当中 就被列为北中画的始祖 讲技巧 但是呢 格调不高 评价很低 这个跟文人画是不一样的 再看一幅画 唐代的一位人物画家很有名的严厉本 不碾图 唐太宗李世民 接见吐蕃王朝派遣来的使者 陆东站 很多细节他刻画的是非常的精巧 再看一个人物画 吴道子的宋子天王图 如果我们和宋代的一些绘画作品 做个比较的话 我们就会发现不一样了 从这样一种非常规整的 注重写实的这样一种绘画的风貌 到了宋代以后呢 就不一样了 这个画家来头也很大 文童 苏东坡的堂弟 他实际上表现的是文人的一种 特殊的一种异趣 再看一幅画 南宋时候很有名的一个画家叫梁凯 它展现的是一种不同的文人的一种追求 马远的寒江独调图 它和前面我们看到那些人物 唐代人物画里面展现出来的那样一种富贵的题材 这种宗教题材是不一样的 它更多的是吻合了文人的这样一种特殊的需求 除了绘画之外 我们从书法当中也可以找到很多可知验证的东西 这是现在收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黄州寒诗诗 这是他在被贬为黄州团练富士第三年的时候写的一首诗 这个跟前面我们看到的唐人的这个书法 一本正经端着架子 一丝不苟的这个写作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 黄庭坚的花旗熏人帖 米服的寒光帖 再看一个菜香 这个很应景的鼠热帖 很随意的 没有任何的作意 这个刻意的去做作来写什么东西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正是在这种不经意当中呈现出来的是一种非常典雅的 这个文人的一种气息 这个跟唐代书法当中呈现出来的这样一种特色 这样一种比较是一目了然的 这个差别是一目了然的 好 最后一个我们再来看一下 就从唐代到宋代 还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特别 差异 就从一种追求宏阔 去向对于精微的认识 言语 他写过一本很有名的诗话叫《苍浪诗话》 圣唐是为什么好呢 他认为圣唐是好就好在 关注的焦点在所谓的兴趣 凌羊挂脚无计可求 这个妙处呢是透彻玲珑不可凑国 如空中之音 相中之色 水中之月 镜中之相 言有镜而亦无穷 所谓的圣唐气象 就非常的开阔 不是拘泥在一个很小的一个角落里边 而在他看来宋代的诗就不行了 他说 静代诸公乃座奇特解惠 没有按照唐人的创作的规范来进行创作 一个是偏重于宏阔的 高远的这种境界的营造 唐诗 另外呢 趋向于精微的 细致的这种细节方面的一种讲求 什么文字啊 才学啊 议论啊 这些东西 宋诗 我们做一个比较 作为一个比较的话 我们可以看一下 苏氏一首诗 同样也是写庐山的 提西林璧 横看成林侧成风 远近高低各不同 这个是唐人跟宋人 在面对同样一个题材的时候 呈现出来的不同的取向 钱宗书在《谈一录》当中 有一段说得很好的 他主要是针对诗歌来讲的 讲唐诗跟宋诗的差别 然后他讲到一个地方 就是唐诗跟宋诗 不是我们一般意义上所理解的 按照作家所处的时代来区分的 他认为还有一种 所谓的唐诗诗诗 他实际上是根据 诗人的体格兴奋 按照他的一种创作倾向 他的风格特质 来发生这个差别的 所以人性格有差异 所以诗歌风格呈现也有不同 唐诗的话呢 以风神情运擅长 宋诗呢 以金谷私底兼圣 这里面所讲的唐和宋 只是为了称谓的方便 不能够就是 按照我们刚才一开始所讲的那样 就按照这个时代 按照王朝的这个观念来加以区分 在于提供给我们一种新的视角 新的视野 来看待历史上存在的不同的文化 他们各自的这个差异所在 那我们今天的要讲的内容 也就主要是在这边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